好 現在今天要講的是RX100 注意 它的104代 會有攝影師保護功能 不會讓你太累 這是我們俗稱的熱當 那麼 它這台機器呢 有它優異的性能表現 這個是它的原版 這是怪計師幫它車的板子 大相機用 A1000 現在先把它裝上來 這樣子裝 裝好之後呢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如何收音 還有行動電源供電 好 盡可能往左邊抗 所以它的極限也到了左邊 最左邊位 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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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處理前後左右 左右轉比較快 上下動會比較慢 你記得一定要先開機 不然徒勞 好 鎖好 再來 上下的這邊做好一個平衡 現在呢 後面太重 這邊也太重 先做初步的一個平衡 不像說我服養的時區是說 它是給十度 平衡 平衡是說我上下動十度 它不會動 超過十度腳以後 它才開始跟你動 它馬達的在這十度腳範圍內 它是說 它是反鎖的一切 它是不會動 手機太重 沒力了 昨天在玩鳥 玩到手落到 怎麼會笑得那麼不燦爛 幹 大家都聽得懂 大家都聽得懂 根本聽不懂 昨天玩的是老鷹 不好意思 憋憫 先做初步的使用 好 啟動 它會剉 它會剉 那不是高潮 它在叫聲 你不要以為它在高潮 好的 那現在手機在這邊呢 基本上 我們需要錄影控制 或者高角度的時候 可以利用 再加一個外掛 但是Sony的那個 App就忘記它了 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呢 我們就單純在這邊 使用按錄影鍵 那麼就可以完成了一些 相關的工作 好 完全不撞車 那麼 待會教你 吸取考科的動作 如果說你有購買的話 我們會教你做 360度吸取考科 你知道什麼叫吸取考科 有沒有這個 那個叫盜洞空間 有沒有看到那很炫 盜洞空間 這樣子 好了之後 現在要做收音 收音很簡單 記得 我們是搭配這個 叫台灣對麥克風 來進行收音 這個將來可以 擴到一對四 那現在這是一對一的版本 那一對二 只要再加一個這個就好了 這是我的工程機 那麼它的版本更新好 打開它 順便做測試 好 首先準備一把剪刀 麻煩到你們的那個 手機盒裡頭 把這個拿出來 那把耳塞拿掉就可以了 好 這個來跟怪機師拿 這叫固定架 各位看這裡有個點點 兩個點點 這就是收音孔 好 你記得要把它蓋對 不能蓋過頭 這個是特殊的那個 訂做的軟墊 這個軟墊呢 非常的黏 但是呢也不太會殘焦 你只要不用的時候 撕下來就好了 再來呢 我們把這個 裝上去 你那邊幫我接通 那這邊呢 這個就接在這裡來了 接到這邊來 接到耳機的地方 那邊打開 接到耳機的地方 好 那麼這個裝法有好幾種 你可以呢 利用魔鬼氈 固定它 這是A1000怪機師的版本 才有這個東西 因為行動電源 裝上去會摔下來 所以必須要有一個綁帶 那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 這個就是直接這樣子 好看喔 各位看 它可以直接固定 直接固定在這裡 查詢更新這就更多 對啊 然後電機力度 你們基本上 沒有去做要整 目前都是比較正常的 沒有啦 剩下的這一些 就是像 翻轉鏡頭 你好 有些簡單的部分 沒有開動 對啊 天線可以拉一下 好 這個是做絕對固定 好 安全一點的絕對固定 好 好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開機 我們先把開機 開好再說囉 好 那麼這一個 動作基本上 有一個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電源先給它打開 打開之後我們再過 好 這邊 現在這第三代 按了就直接通 不需要connect 好 連線完畢齁 來 藍燈亮 這邊講話這邊就要聽得到 這是它的這一組 對 好 那麼你只要是關掉吧 你只要再買一個紙機就可以 二對一 再來呢 還有一個 去拿一下那個 分接頭 分接頭 分接頭弄上去之後呢 在那邊 問他 問我 弄上去之後呢 一隻紙機可以接兩隻賣 那我會建議大家齁 這個頭是在前面 這伸縮的點在前面 會比較 會比較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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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問一些很好 多問一些很好 這裡 這個特色是一個孔 兩個孔 三個孔 你還可以透過這個孔 再多擴什麼呢 擴那個 叫做燈光 還可以再過 手真的沒力 手真的沒力 昨天變那個老鷹齁 上到 上到 那個老鷹太強了 走火 走火 搞定了齁 聲音現在就進來了 好 我們接下來呢 要把聲音分配表叫出來 首先開影像鍵 然後 Sony有沒有聲音分配表呢 DISPLAY按一按就知道了 好 恭喜沒有聲音分配表 應該要有個聲音表 好 那我們先錄影錄一段齁 然後再來看看結果 首先呢 試麥的時候 大家都這樣試 試試試 可是你會不知道一點 到底是它G嗎 還是Mini嗎 所以要這樣磨 這樣磨 這樣磨 然後你戴著耳機聽 你就會有一陣雞皮疙瘩出來 它就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真的會喔 真的會喔 你的老硬會有反應 好 大家好 人說一命二雲三風水 是靠運幾乎努力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買一支什麼呢 拿一支淘汰掉的手機 不要買 拿一支淘汰掉的手機 當遙控器 做上下左右遙控 那如果說真的 你手機都沒有淘汰 你就花不到一千塊買一支遙控器 也是可以的 好 我繼續磨 那麼我現在磨著磨著呢 我打算弄得更遠 好 更遠 好 那麼可以弄到 反正很遠 30公尺就對了 好 大家先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play 看一下它的結果 幹 它沒有觸控 他很奇怪他也不講 每次按他都不講 你在等待七七八勝是不是 很多人試了半天 錄了半天 結果是在錄GMI 然後他以為 他在這麼近的情形下錄 GMI是OK的 可是他就給蕭 他說我要走遠一點 反正他以為認為過得了 一公尺 兩公尺外 之後就沒了 好 那大家繼續看我走 離開的聲音好 靠近你聽 收聲音 哪一支淘汰掉的手機不要買 哪一支淘汰掉的手機不要買 你這台如果沒有透過這樣的收音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 你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嚴重的空調低頻 那麼透過這樣子裝載之後 空調低頻就會消失 好 那以上呢 這個是無線麥克風的使用魅力 再來就是這個東西 將來會再推出這個東西來 讓你的那個 讓你這個同時 再買一次這個就好了 你就可以有兩支麥克風 同時Input給他 同時Input給他 那這個時候就厲害了 這樣子就一對二了 全世界最小的火音器 還有大小聲 我告訴你 這個老闆超佛心的 因為他明明就可以賣你兩組 可是他做了這個配件 跟火音器做在一起 讓我這種大腦康的 跟Lady小姐小聲的 可以互相比大小 好 不是比那個大小 這比聲音的大小 好 希望大家不要無悔了解 明白 最後呢 你還可以再透過一個方式 從這裡 這裡拉一條線 然後把它拉到手機這邊來 做第二錄音 你這第一錄音第二錄音 你就萬無一失了 這是另外一種做法 那麼先看 好 再來就是要講燈光了 燈光的部分呢 我們要怎麼讓燈光架在這個位置呢 架在這個位置 然後 因為他這頭都會伸出來 然後 因為他這頭都會伸出來 好 我把燈光架上來 本段視頻留言超過一百折 我們再教你 還有到夢空間 本段視頻超過一百折留言 我們再教你 本段視頻超過一百折呢 我們還會教你很多很多的東西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當然啦 通常這樣說呢 都沒有人瞭你 所以呢 我也不用教太多 那事實上這個可以擴展的 那個方面非常的大 那麼我們會將來 依照每個機型呢 跟大家分享 安排 紀錄 介紹 它厲害之處 謝謝大家 謝謝